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賭博研究所 Gambling Institute 繼續和大家討論 2月17日跑馬地賽馬日的心率提供 這次我們買到的系列 叫做連贏位置Q過關兩川沙馬 大家看看標題 寫著每關兩隻 即是說 這次我們這條過關每關 只會買到兩隻 買兩關 每關買兩隻 形成一個二川三來買 希望小柱來搏大柱 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莫雷拉也不會再在這 他也是停賽的 所以 沒有了雷神 潘頓應該就會來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看到 這次潘頓騎到的這隻馬 也是一隻有實力的馬匹 雖然這隻馬不是整天贏 但是看到這隻馬 近方的狀態也不差 最近的狀態也不差 所以希望今次就來買這隻馬匹 來試一試 至於今次我們買到的馬匹是哪一隻呢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了 即時去片 跟大家來講一講 我們這條過關怎樣去買 好了 又來到我們頭柱界面 今次繼續和大家去買 2月17號 星期三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在這個賽馬日上面 我們會買到的場合 就會是這個第五場 這場第五場賽事 就是我們的三班草地斯蘭 1650米的賽事 剛剛提到 我們會買潘頓的馬匹 即是說這隻 就會買這隻喜進駛 至於為什麼我們會買這隻喜進駛呢 其實都有幾個原因 來買這隻喜進駛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隻喜進駛的賽職 一起看看這隻喜進駛的賽職 這隻喜進駛在今季 就跑過六次的 六次裡面都是圍繞著 跑那些1200米到1650米 很多路程都跑過 1200米又跑過 1600米又跑過 1650米又跑過 連不同場地都跑過 沙田又跑過 跑馬地又跑過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這隻馬跑這個跑馬地 1650米三班賽事 當時跑得最好的 即是說這隻馬近將 跑得非常之好 當時這隻馬排著十一檔 都能夠跑到第一名 成績非常之理想 到底當時這隻馬 怎樣跑過第一回 我們一起去看看 到底當時這隻馬 在1月27日的時候 怎樣贏回這場馬 先 一開閘 我們來看看哪隻是喜進駛 喜進駛就是這隻 黃色衫 黃色帽的 這匹馬 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隻馬 怎樣排著十一檔 都能夠贏得到這場馬 大家認住它 現在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 看到外面位置一泡中環 中間超脆 裡面黃炸相當快 中間紫色衫還有狂舞派 粉紅眼罩 還有美麗約動 出閘不快 全民街的淺藍衫 跟著黃炸跑 黃炸帶了出來 在中檔位置還有粉紅眼罩的威進區 內蘭尾五黃帝金 尾四黃衫是喜進區 尾三還有喜連衛星 尾六色衫一泡中環暫時包尾 是瑞藍 接近對面直路頭 都要有一隻放 超脆放出來跑 童話外面第二 黃炸拖著內蘭第三 第四位馬 還有美麗約動 在前面有全民街的淺藍衫 有些搶口 在外面紫色衫走了三疊 狂舞派慢慢上去 中檔第七位是威進區 粉紅眼罩 後面五隻 黃帝金 尾四位至黃衫 那就三位 喜進區 後面三隻 喜連衛星 尾二六三 一泡中環暫時包尾 是那隻碎藍 對面直路尾 前面佔先是這隻超脆 狂舞派擺前以前都得過 外面位置拍住他 第三位內蘭是黃炸 灰馬是童話 在後一層 粉紅眼罩尾 約動變淺藍衫 全民街之 粉紅眼罩第七位還有威進區 後面扔出大外擋 還是喜進區 鴨精追到直路 前面狂舞派 佔先少少 再看到跟著後面灰馬是童話的 裡面位置是超脆和黃炸 大外擋 喜進區追得很厲害 最後八多米 透出狂舞派 賣變黃炸 外面喜進區 上來 最後五十米 外面喜進區 蓋上來賣變黃炸 兩匹馬叮當馬頭 第三名 喜連衛星 第四名的馬 這隻狂舞派 好 這場賽事就看完了 大家看不見得到這隻喜進區怎麼跑 這隻喜進區 上場最後的衝勢就厲害了 他轉彎的時候 也扔到很外疊 你看不見得到 扔到差不多九十疊 就來都見不到他了 來到去衝的 儘管他扔到九十疊也好 但是這隻馬的衝勢也非常厲害 最後呢 見得到騎士莫雷拉打了幾邊 之後呢 這隻馬就有一個很強勁的衝勢 衝上來 最後呢 居然連這隻黃炸都殺低了 非常之厲害 即是說這隻喜進區 轉彎就九十疊 蝕到盡一盡了 但是呢 都能夠蝕著回來跑到第一 非常之厲害 還要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這隻馬一開始 其實它是排著十一檔的 在十一檔這個劣檔來跑的 大家要記得 跑跑馬地呢 在這些外檔呢 是非常之難跑的 你看到這一場馬呢 莫雷拉打算撕位 但是他都撕不到 他都要一開始在這個大約三疊位置來跑 之後呢 沿途才讓他跑到二疊 之後 去到最後轉彎 都要去到大外檔見 基本上呢 整程都蝕了 整程 1650米 跑那麼久 蝕了那麼久 所以這隻馬 能夠 最後以一個這麼強勁的衝勢 衝上來跑到第一 非常之厲害 還要呢 他贏得到的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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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說差的 對著一班 這麼有實力的三班馬 都能夠贏得到 這隻喜晉區 實力真的不差了 好了 看完上場喜晉區 怎麼跑之後 我們都來一齊看看 他上場對著什麼的對手 先看看上場1月27號 他跑的這場1650 不是跑馬地賽事 上場這隻喜晉區 就是贏了那些黃炸 喜連衛星 狂舞派 這一群 全部有實力的馬 所以這隻喜晉區 上次透過一個這樣的劣蕩 都能夠贏得到這一群這麼高班的馬 在三班這麼順利 以一個這麼輕鬆的姿態 贏得出這一場賽事 所以證明 這隻喜晉區 絕對是厲害的 之後呢 大家再看看這隻喜晉區 贏哪些馬 這隻喜晉區 還贏了美麗躍 童話 和超翠這一群馬 這三隻馬 就是接下來 這隻喜晉區 要對著那幾隻馬 他就要對著美麗躍 童話 和超翠這三隻馬 即是說 帶出了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其實上場喜晉區贏了那些實力馬 今場全部都沒有跑到 黃詐沒有跑 喜連衛星沒有跑 狂舞派沒有跑 他這次要對著的 只不過是上次跑第七 跑第九 和跑第十的這幾隻馬 所以基本上 喜晉區 接下來呢 就會對著一些比較弱的對手 所以我認為 這隻喜晉區 在接下來這一場上面 他贏到的機會率 都是高的 但是呢 可能你就會說 喂 這隻喜晉區 上場揹著一二一磅 今場要揹到八三磅 非常之重磅 加了九磅來跑 行不行的 那我認為 以上場喜晉區贏的姿態 這次加九磅 其實就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呢 他今場 就對著一些比較弱的對手 那還要呢 上場你不要忘記 他排十一檔 那十一檔 變成今場的六檔 其實就好跑了很多 所以我認為 他今場 加九磅 對於他來說 是有少少影響的 但是呢 實際上 我認為呢 以他的實力 以他上場的狀態 以他贏馬的姿態呢 今場繼續能夠贏得到 我認為都不是問題的 那重要啦 其實有一個重點的 就是這隻喜晉區呢 今場再不是由 莫雷拉來跑了 換了冠軍騎士潘頓來跑 那一隻 莫雷拉都能夠贏得到的馬 那冠軍騎士潘頓 你不是贏不到的嗎 那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那畢竟 那畢竟 你也是冠軍騎士 那麥雷拉跑得贏的馬 那你跑不贏 那你就很沒面子 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基本上呢 我認為 潘頓這一場呢 就會拼盡來跑的了 那因為呢 這隻馬 之前莫雷拉都贏得到的嘛 那他要證明自己的實力 那當然會贏給你們看啦 那所以呢 今場這隻馬 由莫雷拉換潘頓 那我覺得啦 潘頓呢 都會 百分之一百 出盡全力來對騎這隻馬的 對啦 那所以呢 見得到這隻馬呢 今次換了潘頓 那之後 還要排著綠檔來跑 那綠檔 好跑很多的啦 那基本上 潘頓你都沒有什麼藉口 來輸這隻馬的啦 那這隻這麼有實力的馬 那我相信潘頓呢 都一定是騎得贏的 那所以啦 今次我們就會 第一隻選擇到的馬匹呢 就選這隻喜盡區來買啦 那希望呢 潘頓就跑得出啦 那如果他跑不出的話呢 那我相信呢 他的藉口呢 只能夠說回 他自己的實力 就不如莫雷拉啦 好啦 那我們講完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呢 那就來講我們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了喔 那在這場馬上面呢 我們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呢 那我就會選擇這隻三號的健康載網來買的 那至於為什麼我們會買這隻馬呢 那我們看看這隻健康載網的財值先 那這隻健康載網呢 其實在這一季呢 就已經跑過七次的啦 那七次裡面 那有三次跑跑馬地 四次就跑沙田的 那跑跑馬地呢 他的成績就會好一點啦 那你看得到 最近三次呢 跑跑馬地 1650米三班賽事呢 他都是跑得近的 那跑第四第五 還有第一名 那就直接贏過了 那那當時呢 這隻馬是由潘頓來到去贏啦 那大家其實記不記得這一次是哪一次呢 就是啊 苗麗德和潘頓破冰過一次啊 啊潘頓呢 在國際騎士賽的時候呢 那幫啊苗麗德贏的那隻馬呢 正正就是贏著這隻健康載網了喔 那那我們一齊再來看看 當時到底啊潘頓怎樣是贏這隻馬先啦 那那 看回上次到底健康載網怎樣贏 那一開閘啦 那我們一齊來去拍哪隻健康載網先啦 健康載網就是這一隻啦 那粉紅色衫粉紅色沒有的 那當時排著一個二檔的 那我們認住 看一下這隻健康載網 當時潘頓怎樣去發揮 這裏說 行進堡區稍為慢些啊 前面快的嘛 看到中間位置盡力之城 在外面淺藍衫就是陽光戰區 最出紅衫那隻是飛雲追來的 那內蘭第四位呢 紅眼罩那隻呢 就勞動創造啦 中間有健康載網 在第五 在外面就營家輝 再後面內蘭藍衫黃帽 第七位就衛進區 中檔起連衛星 尾四內蘭是聖賢走進去 藍衫藍帽 尾四的 再看到外面是喜進區 尾以白衫白帽 是那隻超脆 暫時電後的馬匹是行進堡區 好了 接近對面直路頭 飛雲追就在外檔慢慢殺了 自己帶頭 陽光戰區就跟著第二位 盡力之城 那內蘭第三 第四位灰色衫紅原點 健康載網 內蘭第五位紅眼罩粉紅帽 還有勞動創造 外面橙眼罩 望空了右三疊 迎家輝 在中間位置還有喜連衛星 在外面尾五 黃衫黃帽 起進區 內蘭粉紅眼罩尾四 威進區 中間位置超脆 電後兩匹馬 聖賢淺藍衫在尾椅 拍著外面紅衫行進堡區 轉彎的時候 前面帶頭的馬 還有這隻飛雲追 陽光戰區都在比 埋便還有盡力之城 拿出去外面還有健康載網 已經都發力了 第五位的馬 埋便勞動創造 等入面還有威進區 外面蓋的馬 有喜連衛星 厚多小的馬匹 還有超脆 鬥到最後二百多米 盡力之城鬥外面 健康載網 兩匹馬鬥得難分難解 外面位置喜連衛星上來 最後一百米 外面位置健康載網 打落的去勢相當之好 終點前 就騙他的盡力之城 好了 馬就看完了 基本上在12月9日的場馬上 潘頓贏這隻馬 都贏得相當輕鬆 而且他贏的那些馬 是哪些馬呢 大家一起去看看 他贏盡力之城 喜連衛星這堆馬 這些馬 全部都是有實力的馬匹 而且 重要的是 雖然12月9日那場 他輸了給健康載網 但是之後在1月13日 都是馬上贏的 所以證明 這隻健康載網 能夠贏得到 這隻盡力之城的話 這隻健康載網 是非常有實力的 重要的是 大家可以留意 其實這隻健康載網 不只是贏盡力之城 和喜連衛星 它還贏了喜進區 就是剛剛提及過 我們要買到的喜進區 這隻健康載網 都是曾經贏過喜進區的 還要贏了超翠 陽光戰區這些馬 所以基本上 這隻健康載網 在接下來這一場馬上 至少贏過三隻 贏過喜進區 贏過超翠 和買過陽光戰區 所以我認為這隻健康載網 其實是一隻非常有實力的馬匹 所以健康載網 在接下來這一場 絕對是一隻不差的馬 所以我們都會選擇 這隻健康載網 來買的 所以我們第二隻會選擇 的馬匹 就會選擇這隻健康載網 好了 選完第一關要選擇的馬匹 之後來選擇 第二關要選擇的馬匹 我們這條過關 第二關會買到的 就是這場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 就是五班草地斯蘭 1000米的措施 在這場馬上 我們同樣都會選擇 兩隻馬匹 而這兩隻馬匹 我們一早就已經給了大家 大家看看螢光幕上的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就是我們 單Q一槍過的那條片 在這條片裡面 我們已經說了 在這場上面 我們會買哪兩隻 所以如果未看的朋友 就盡快去看看 看看我們 到底在這場馬上 買哪兩隻馬 這條片上面 有完整的分析 我們會分析 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兩隻馬 但是怎樣看到這條片 大家只需要 按進去我們的頻道 選擇和螢光幕 上面這張圖片一樣的 那條片 來看看就可以了 又或者 大家按回我們現在這條影片 右上角的提示 好像i字的提示 之後 來按進去 我們單Q一槍過的系列 那條片 來看看就可以了 所以 我們這兩關 就是買這幾隻 至於 我們的彩詞 是怎樣買呢 我們很簡單 就會買這個 Q 以及位置Q 我們連贏及位置Q 都會買齊的 之後 過關方式 就是二穿三 對啦 所以我們這條過關 就是這樣買了 就是買這兩關 如果 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都可以跟著我們這樣 來買這條過關 那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這條過關 就順利開得出 我們一齊能夠 贏得到錢 那我在這裏 再次祝大家 多贏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 按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